微笑走投 這迷人的招牌笑容 微笑走投陳冠宇 10月18號出席記者會 分享與日心得 他今年出賽二七場 是生涯新高 先發中繼後援三頭跑 投出三勝四敗 防禦率3.29的成績 球團看在眼裡 在寂寞送上提前是約的肯定 一開始接到的任務就是 從長中繼開始 然後就覺得 不是先發就覺得有點噁心 跑到後面也到最後有 跑到四個中繼 我覺得算是今年最大收穫 陳冠宇在日職七個球季 經歷過左手軸韌帶手術 和戰力外球員測試 他在羅德隊 得到兩位貴人的幫助 今年已經能標出 個人最快球速149公里 因為我當時移動監督的 遺法的話 或許真的就已經離開 日本職棒圈也說不定 這三年我在羅德 跟他們共識的時候 的日子我覺得應該是 我在棒球生涯中很重要 然後也是會讓我更成長的 兩位教練 近期陳冠宇以外卡資格 入選11月的亞冠賽 他相當珍惜代表台灣出賽的機會 不想錯過在東京之旦 和日本隊友的正面對決 然後我非常想要對決的 他叫中村獎 他很會回大棒 所以我有信心不會讓他打到 所以我很想對決他 陳冠宇季十九號 回到日本參加秋訓 11月再加入中職聯隊練球 他將目標放眼明年球季 能勝任各種角色 並且幫助球隊重返季後賽 來自行動的投入 到國際上 下午後 再錄一頓 一頓